牛逼的偷车方式 只见杰克拿出网球 用力怼在门把手上 就轻轻松松地打开了车门 然后再拆下车里的中控屏 大肆搜刮财物 而他正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整台车已被锁死 无论他再怎么费劲 都打不开车门 透过这么多次车 杰克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用脚使劲踹后座的挡风玻璃 可连踹了好几脚都没用 杰克着急了 一边还要躲避路过的行人 吓得他赶紧找出铁棍 试图扑窗而入 但连敲了好几下 窗户不仅没碎 还光滑得连一丝划痕都没有 而杰克没有放弃 转用铁棍对车门下手 眼看零件一点一点被他拆下 马上就要够到门把手了 可他成功了吗 并没有 还反被把手弄伤 用铁棍除 火星子都冒出来了 车门还是纹丝不动 叽急败败的杰克掏出手枪 对准挡风玻璃 狠劲一击 没想到玻璃质量太好 杰克却反被打伤 他痛得咬牙切齿 赶紧脱解衣服包夹伤口 就在此时 一个女人来到车窗前补妆 杰克也顾不上自己是个小偷 拼命地拍打车窗 向对方求救 但女人没看到 也没听到 转身走远了 而杰克依旧不死心 逃出电话向妻子求救 可电话还没打出去 手机就没电了 正是杰克被困的第二天 他好渴 却只能舔一舔挂在车窗上的水滴 饿了 就把纸揉成一团 直接塞进嘴里咀嚼 可是太干了 没有露水 那就只能喝尿 你看这味道 都快把它熏吐了 但就算这样 杰克也只能捏住鼻子 枪忍着喝完 你觉得他很可怜 而实际上 他是个偷车贼 只不过反被车主人绑架 因为这辆车的窗户 不仅防弹防偷窥 隔音效果还极好 你看就算妹子在窗前补妆 也听不见杰克 撕心裂肺的叫喊 而就在他绝望时 车主人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的车 已经被偷了29次 而每次报警都没用 于是忍无可忍的他 设计了这个密室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说完 他直接把车内的冷气 调到最低 动得杰克瑟瑟发抖 于是不得不解开 绑在大腿上的衣服 穿在身上 然后再用纸 堵住出风口 可这并没有什么用 一夜过去 杰克被动得嘴唇发紫 连呼吸都能哈出白气 就在这时 车主打来了电话 可却不是要放过杰克 在骗出他的身份信息后 才给了他藏在后备箱里的水 这一刻 杰克感觉到无比舒坦 但他还是很饿 于是盯上了一只苍蝇 好想吃 被困的第五天 杰克的伤口开始溃烂发炎 可车主听了没有丝毫同情 反而把空调温度调高 渐渐的 杰克越来越热 体贴的水分不断蒸发 想睡都睡不着 好在这时 一个同僚也来偷车 杰克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激动的望着小偷 可马上小偷就被路人发现 殴倒在地 杰克看着眼前的一切 失望透顶 他又渴又饿 盯上了眼前的蚂蚱 正要放进嘴里 却迟迟下不了口 不过 希望来了 因为经过几天的努力 杰克终于在门上砸出个小孔 他透过恐竭尽全力的呼救 可对面的路人并没有听到 杰克真的没力气了 这时车主打来电话 说他查到了杰克的犯罪记录 为了抢劫 杰克曾残害过多条人命 而触碰法律的他 不断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反而能为所欲为 倒是像自己这样的平民百姓 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这根本不公平 可晚上他突然发现 汽车居然可以启动 杰克马上系好安全带 一路向口倒车 直接撞在了栅栏上 而受到强烈撞击的汽车 瞬间弹出了安全气囊 杰克安然无恙 并且把后备枪撞开了 他自由了 可这一切只是想象 现实还是那样的绝望 杰克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正当的准备引枪自尽时 车主来了 见杰克虚弱的无理反抗 他随意的把枪放在车台 还悠闲的在车内接起了电话 杰克趁此机会 猛的躲过枪 打开车门逃了出去 费力的爬起来求救 甚至是开枪引起注意 可还没走多远 他就被车主抓住 直接按倒在地上 这是一个女警恰好路过 他劝车主放了杰克 但车主不听 很快的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谈判专家也赶到了现场 他告诉车主 这些罪犯是很可恶 但就算你杀了他 也改变不了什么 甚至你也会成为 自己最讨厌的人 一番洗脑后 车主冷静下来 他放了杰克 然后坐进了车里 为了维护心中的正义 车主最终选择牺牲自己 同时他的牺牲 也警醒着我们 关注社会治安 最后杰克进了监狱 或许他再也不会为恶 但这醒悟的